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学习第二节 利用专家的工作 在第一节当中啊 我们发现逻辑结构非常清楚 因为利用内部审计人员工作呢 注册会计是非常清楚 内部审计人员到底应该怎么做 所以对他们工作的把握也更有力度 而他们做的其实本身就是 我们外部审计这些注册会计师 工作中可能会涉及的一部分 而利用专家工作里 大家注意只要审计当中讲专家两个字 他永远指的都是会计审计领域之外的专家 所以是注册会计师自己搞不定了 向外面求助才去找专家 这种情况下 我们利用专家工作当中的考虑 就会考虑的更多 因为注册会计师要评价专家工作 而注册会计师可能对专家工作又不直接能看懂 所以这些沟通上的考虑 利用工作成果上的考虑 从各种角度上去评价专家工作的方法 我们都要去关注 这个我们在本章当中考评稍微高一些 首先我们来明确什么是专家 专家呢 他可以是个人 他也可以是组织 这个都可以 像有的时候 这个被审计单位啊 他存在未入账的一些资产 现在我们需要对他进行评估录账 往往呢 我们就会去找一个资产评估公司 来对他这个资产进行一个评估 出具评估报告 那拿着这个评估报告 我们可以作为参考 那被审计单位 以此呢 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涉及到这种组织的形式 那还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被审计单位啊 他存在这样的一个自然资源的开采 那对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呢 我们就需要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去进行评估 他有可能会涉及到像这样的地址专家等等 那如果我要是请的是地址专家 可能是一个个人 好 那对于存货的价值进行评估之类的都可以 所以个人的话 主要是这种工程师 律师 资产评估师 精算师 环境专家 地址专家 IT专家 以及税务专家等 特别给各位同学要强调的就是 资产评估 还有税务 这个都是属于单独的这种专家的一个角度 都属于会计 审计领域之外 因为大家考注快呢 本身也会学到税法相关的内容啊 但要强调 税务专家 还有资产评估师这些 都是属于会计审计领域之外的 还有组织的话 就有的时候会因为他以组织的形式提供一定的报告 比如像咨询公司 律师事务所 还有资产评估公司等等 主要是看我们跟专家合作的形式来予以确定 好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注册会计师的专家或者是管理层的专家 简单来说啊 就注册会计师的专家呢 就他的工作就是给注册会计师利用 以协助注册会计师在审计当中获取充分上证据的 管理层的专家呢 他的工作是给管理层用 以协助去编制财务报表的 当然了 我们注册会计师能不能利用管理层专家的工作呀 他也可以 但这个管理层呢 他可能已经请专家在编制财务报表的时候 对吧 做了一些工作 那后续注册会计师利用专家工作的时候啊 也可以对其进行评价利用该部分工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下列不属于注册会计师的专家的是哪一个 其实我们强调专家一定是会计审计领域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题目当中啊 就先来看看他请的都是哪些类型的专业人士 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 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评估的资产评估师 好 资产评估师的话 属于专家 B 就复杂会计问题提供建议的会计师事务所技术部门人员 但这是会计问题啊 不是会计审计领域之外的 他就不能被称之为专家 所以说B选项是我们的答案 C 对企业重组相关的复杂税务问题进行分析的会计师事务所 税务部门人员 这是税务问题对吧 可以作为专家 对保险合同进行精算的会计师事务所 精算部门人员 好 那他也可以作为专家 因为是保险精算角度 大家会发现了说 这里我们一直在强调是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等等 那老师要强调的是 注册会计师的专家可以是内部专家 他也可以是外部专家 像会计师事务所的话 他有的时候会把那些工作当中比较常用的 比如像我们实务当中啊 你涉及到法律问题 资产评估问题 税务问题是非常常见的 他可能本身也会雇佣一些这些方面的专门技术人员 但是呢 比较特殊的像地址专家 其实日常审计 除非是特别类型的被审计单位 往往呢 我们不是很日常常用的 你像税务问题是 几乎每个被审计单位可能都会涉及到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能就再跟这个地址专家 合作的时候 就从被审计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之后 那从外部去找一个专家 这个外部专家呢 可能是这种地址研究所的等等啊 就找一个专家来去与他签约 然后呢 进行相应的就工作 好 那么这个注册会计师专家 内部专家其实就是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 本身就可能是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 甚至啊 在实务当中 会计师事务所还可能把他派到审计项目组里 去实际参加工作 那对于外部专家呢 就是不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 但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与他单独签约 那最终呢 可以由这个工作成果提供给注册会计师审计用的 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外部专家 好 那我们这道题答案是B选项 我们继续来看利用专家工作的目标和责任 这部分呢 今年我们在表述上啊 对提及专家工作呢 做了一点调整 但是本质的思路是没有发生变动 所以说这个变动不算是影响特别大的 第一是利用专家工作目标 跟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这个想法差不多 利用内部审计工作呢 就确定能否利用 如利用 就是利用哪些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现在我们要用专家 专家工作不是现成的 我们是要找到专家跟专家去沟通 怎么去做工作 就专家的一些工作成果啊 还要与其多沟通多协商 工作底稿归属等等 都可能会需要写上 所以说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总体的合并 就是是否利用专家工作 如果利用 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就可以了 还是从注册会计师 审计目的这个角度 最终是要达成注册会计师的 这个审计工作目标 好 利用专家工作责任 老规矩啊 独立承担责任 不应利用专家工作减轻注册会计师责任 这个应该是耳熟能详了 好 那我们今年新增了一段讲的是什么呢 就说你利用专家工作 是不会减轻注册会计师责任 但是在审计报告中能不能写 那我们在审计报告中的一个提及问题 主要是涉及到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发表一个非无保留意见 现在啊 针对这个被审计单位存货的价值 我们就请了资产评估的专家 对其进行评估 因为这个存货是比较新颖的 市场上的流通也并不广泛 那对存货的一个评估啊 可能会存在一点疑惑 然后我们就请了专门的专家来进行评估 好 那有这样一个情况 对存货进行评估之后呢 我们发现他账面存货跟评估结果存在较大差距 注册会计师对专家工作进行评价以后 认为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错报 最后你发表保留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的保留意见 我们是不是要在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部分把为什么发表保留意见说清楚啊 肯定要说清楚 我们的无保留意见没有什么特别好去在这个审计意见基础当中表明的 所以无保留意见当中形成意见基础呢 往往就是一个套话 但是非无保留意见当中 你要说明为什么会发表保留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 专家工作仍然不减轻注册会计师责任 这种提及只是为了帮助 我们的使用者能更好的理解审计报告 要不然审计报告中的措辞 可能让使用者没有办法很清晰明了的理解注册会计师为何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所以我们这段新增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般不提及 特殊情况可提及 这种提及往往就是跟理解审计报告相关 但不管提不提都不影响注册会计师独立对审计意见承担责任 好那我们简单看一下这段表述啊 注册会计师不应在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提及专家工作 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如果法律法规要求提及专家工作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指明 这种提及并不减轻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意见承担的责任 如果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提及专家工作 并且这种提及与理解审计报告的非无保留意见相关 注册会计师仍应在审计报告中指明 这种提及并不减轻注册会计师对审计意见承担的责任 所以就是无保留意见一般都不应当提 除非是法律法规要求 那如果是顺应法律法规要求提及也不减轻责任 非无保留意见中可以提 主要是理解审计报告相关 那提了的话也不减轻责任 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 所以对是否能够提及予以关注 提及以后是否影响责任的承担予以关注就可以 好那我们来看第二 确定是否利用专家工作 可能利用专家工作情形呢 其实专家工作的利用吧 是属于注册会计师认为有必要就可以要求利用 注册会计师认为没有必要就算了 那这个是否有必要呢 是注册会计师自己来判断的 所以说从整个审计的业务过程来看 注册会计师在哪个环节遇到了困难 他就可能会认为需要专家工作 那整体来说啊就是你具体实施工作的时候 从风险评估到风险应对 都有可能认为需要利用专家工作 比如说我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发现被审计单位经营的业务非常特殊 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被审计单位特殊的法律环境 要跟法律相关专家进行咨询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他可能会在特殊行业有特别的一些法律规范 对吧 可能会涉及到环保的要求啊 或者说涉及到一些特别的产品质量责任啊 等等对吧 这我们就可以去跟法律专家去了解 那好 那我们接着就是识别评估风险 然后到我们的应对风险 那比如应对风险中 你对存货价值有疑虑 需要专家来帮忙确认 像这个珠宝玉石的需要专家来鉴定 这也完全可以 那这样的话可能需要利用专家工作情形 其实就是从我们开展审计工作开始 从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到识别评估风险 到风险应对 然后最终呢 到对报表形成审计意见时 这都可能会用到专家工作 好 第一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第二 识别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而第三和第四就是针对报表层风险 总体应对措施 针对认定层风险 做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包括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然后再对报表形成审计意见时 评价以获取审计证据的充分性适当性 因为评价审计证据的时候呢 你就可能会涉及到 这个审计证据中 有对特殊资产的评估 然后有对这个存货是否跌价 它的一个可变现净值的考虑 那这些的话 就可能需要专家的意见才能够确定 当然特别类型的存货 它可变现净值的一个估价 对吧 就可能需要专家来考虑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评价获取证据的充分性适当性 也可以跟专家再请要请要 所以其实我们实际开展工作 整个过程有必要就用一用 没必要专门去背记 好 再确定是否利用专家工作时 注册会计师可能考虑的因素 包括什么 很简单啊 就这个事情越难越复杂 我们越可能会去利用专家工作 所以说像管理层 编制财务报表时是否利用了管理层专家的工作 也就说管理层它编报表的时候 用到专家工作了 那注册会计师就也可能会用到 因为这个专家有一些会计审计领域之外的工作 对吧 管理层用了代表报表中包含了这类信息 那我们也可能会用 好 那么专家工作涉及事项的性质和重要性 包括复杂程度 专家工作涉及的事项存在的重大粗暴风险 就说越重要 风险越高 为了保安全 我们就更可能考虑 别自己随便去评估一下 获取点证据就认可了 那用专家可能是更可靠的 那我就更多的去考虑利用专家工作 好 应对识别出的风险 预期程序的性质 包括注册会计师 对这些事项相关专家工作的了解和具有的经验 以及是否有可替代的这种程序 好 那如果说啊 我们现在针对这个被寻单位的一个电子产品 它价值进行评估 你说你让我去从这个产品的技术角度 它技术价值 专利价值 以及产品的生产成本综合 就考虑在市场上的一个限制的问题 说是否存在跌价的情况 可能我注册会计师不具备这种能力啊 那我也有可能需要专家 但我又想 说我没有必要一定要请专家呀 虽然我不懂电子产品 但是我懂市场 我打开现在这个某宝啊 某东啊等等软件是吧 可以搜一搜同类型的电子产品的一些定价 那这些定价可以参考来确定说是否存在跌价的情况之类的 这我们就存在一些获得的替代性的审计证据 就是我们虽然不能够从专业技术角度啊 去对此进行评价 但我们可以另辟蹊径获取同样充分适当的证据 就可能不利用专家 所以这就是应对风险的预期程序的性质 就注册会计师考虑这些事项跟相关专家的这种了解 具有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另辟蹊径解决问题 来确定要不要用 好那再考虑利用专家工作应当评价的内容 这个部分我们后续还要逐一来展开 从我们下个知识点开始会对每一个情况具体展开 但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览的这种框架性的思路 这内容需要各位同学整体来把握 就应当评价内容有什么 好专家是否具备实现审计目的 所必须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因为这个专家呢 你不一定是会计师事务所雇员 你不能完全按照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要求他 我们就把这个词呢更为准确的叫客观性 所以我们叫他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这是我们的三个角度 缺一不可 这个搭配请各位同学记下来 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因为我们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比较好考虑 毕竟呢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会计审计领域去看 但对于专家来讲啊 他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 可能就需要从不同行业拥有的一些证书 或者说有一些特殊行业可能都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证书啊 就从他的一些经验 还有他的一些声望等等啊 来进行考虑 但我们必须都要考虑到这三部分 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搭配 充分了解专家的专场领域 这应当充分了解 与专家就相关重要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就应当跟专家达成一致 比如说与专家工作的一些各自的职责分配 然后专家工作 比如他的工作提稿将来是归谁所有 对吧 有些外部专家我们要特别考虑这类问题 评价专家工作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所以我们放在这先做一个概论啊 注册会计是应当要做的 考虑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然后了解专场领域 达成一致评价是否实现审计目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对于一些情况下呢 我们会考虑更多的去实施审计程序 与一般情况相比 需要实施不同的 或更广泛的审计程序的特殊情形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讲的是 评价专家工作 那应当去考虑的几个方面 那接下来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专家工作 不能放手不管 那注册会计师肯定还是要实施 一些审计程序 来佐证专家工作 到底做的好不好 能不能用 因为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讲啊 你要利用内部审计工作的话 内部审计工作咱都懂 都懂以后呢 就内部审计人员做了 或者说有这个内部审计工作成果了 注册会计师就可以复合 可以检查 甚至可以重新执行 可是专家不一样 专家工作呢 咱注册会计师不懂 我们不懂的话 往往就是另辟蹊径 看看有没有一些替代性的审计证据 来佐证专家的工作 所以我们会考虑实施不同的 或更广泛的审计程序 那什么情况下做的更多 就是专家的工作越重要 同时呢 对审计的影响越大 或者我们对专家工作 不是很了解 但我们不了解该专家的情况下 为保安全就会做更多 这种考虑因素呢 大家读的时候就很容易能够判断 像专家的工作 与涉及主观和复杂判断的 重大事项相关 越重要 为保安全可能越多做审计程序 做错会计师 以前没有利用某个专家 也不了解其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就对专家来说 你不了解专家 那对他可能没有更好的把握 还有专家实施程序 构成审计工作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就某一事项提供建议 就他的工作成果啊 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审计意见 但我们说拿过来去判断 是不是重大错报的这种重要的事项 那我要更多的做审计程序 好专家是外部专家 如果是内部专家 他是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 他就会受到会计师事务所 质量管理政策和程序约束 但我们既然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 你就可以指挥他怎么干 所以更简单一些 外部专家呢 他不受雇于会计师事务所 他不是这种雇员的身份 所以他也不受到会计师事务所 这些规章制度的管理 不受到会计师事务所 质量管理政策和程序约束 他更自由一些 也更不按照注册会计师的规范去做 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做更多的审计程序 保安全 在确定这些相关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时应当考虑的事情 你想我们确定审计程序时会考虑什么 跟第四条链接到一块 结合到一块 专家工作相关事项的性质 相关事项中存在的重大挫暴风险 还有专家工作在审计中的一个重要程度 那还有就是对专家以前所做工作了解 以及与之接触的经验 专家是否遵循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是内部专家还是外部专家 可以说跟上一部分是合而不同 我们考虑做更多事项的特殊情况 和我们执行相关审计程序时 考虑的事项略有类似 所以说我们可以对比来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单选题的内容 在确定是否需要利用 注册会计师的专家的工作时 下列各项因素中 注册会计师通常无需考虑的是什么 那在这呢 老师就要可以给各位同学 用这道题来说一下一个小例子 大家做题的时候 注意一下做题的技巧 其实很多时候呢 他这种题目就是一个文字游戏 他不一定是对你知识点的深入考察 哪怕说这个知识点你不太记得了 看哪都似是而非 没有办法确定 那你就从题干信息出发 不要着急你读两遍题 看看人家到底在问什么 比如说这道题我问的是 是否需要利用专家 那无需考虑的是哪一个 那我们来看 这个我们利用专家的部分啊 肯定是从被审计单位的客观情况去出发 就你在审计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失项 那我自己搞不定 我就找专家求助对吧 那我就需要利用专家 而对专家本身的情况的考虑 现在我们用不用考虑 不需要 原因就是 现在我们是是否需要利用对吧 先决定要不要用 你还不知道这个专家到底是谁呢 有可能我们决定要利用专家以后 跟被审计单位沟通 说你看啊 这个我们需要资产评估的专家等等 然后呢再跟被审计单位协商这部分费用 让被审计单位去负担 那好 那我们再出去去找这个外部专家之类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专家的具体情况 不应该在这个环节上去考虑 好那你看 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是否利用了管理层专家工作 如果管理层用过专家就代表这报表里有一些信息会涉及到会计审计领域以外的 比如像存货它存在特殊的状况 那我们就需要对它价值进行评估 对吧 这个对食物产品的一个价值评估 那就涉及到会计审计领域以外了 那注册会计师也可能要用专家 好那么我们审计事项的性质和重要性 这个审计事项的性质和重要性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认为说审计当中 如果你对某一个事情需要获取证据 那这个事呢就超过了注册会计师的这个能力 就可能会需要用专家 还可以沿用存货 存货当中呢我们还讲到了 对于一些特殊类别存货的审计考虑 比如像有一个电子产品啊 珠宝玉石啊之类的 那这个珠宝玉石的价值 注册会计师一看啊 就放过去都是金灿灿一大片 是18K金的还是足金的 咱们肉眼可能不能一下子看得出来 编析得出来 那价值几何呢 我们也不太确定 就可能需要专家来鉴定一下 对吧 又可以有专家的工作在里面 好那可能对专家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的 这个利益和关系 大家想现在我们确定的是是否利用专家 那你说现在我们进到对专家的一个评价中 不是这样啊 看清楚提干信息 所以严格来说这样一道题 大家哪怕说没有竹条背记特别清楚 你结合提干信息这个语文游戏把它读明白了啊 同样是能够把题做出来的 其实我们每年考试当中呢 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这样文字游戏的题目 大家注意这样的文字游戏啊 能够帮助大家很好的把题目给编析出来 而不是说靠死机应背说哎呀这个因素我没背下来 感觉毫无印象就慌了啊 注意我们这种做题的技巧 好应对识别处的风险预期呃程序的性质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要做哪些类型程序 比如说我们确定呃要针对这个固定资产 对吧啊进行有些评估 或者说对于某些会计估计涉及到一些法律的问题 比如可能预计负债有未决诉讼 但你就需要法律专家 这主要是风险点的预期程序的性质 来决定是否是有必要利用专家的工作 好那本道题呢我们答案就是C选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专家的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这个搭配是要求各位同学背下来的 因为这是我们对于专家应当考虑的部分 应当评价的 对评价专家工作是否适合实现审计目的有重大影响 应当评价的部分有三个搭配词一定要特别去注意 好评价外部专家客观性是 因为如果是内部专家 他属于会计师事务所的雇员 那是会计师事务所员工的情况下 往往都会遵守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的相关要求 那么他也可能是符合我们独立性要求的 但外部专家呢 且不说不符合我们独立性这样的要求 对于客观性呢 他还可能产生一些其他影响 所以外部专家我们会还应当询问 可能对外部专家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的利益和关系 内部专家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员工 所以一般来说具备独立性就不需要太操心 但外部专家来说 他不仅不能拿独立性这个标准去要求他 同时呢 还要考虑客观性可能有不利影响的一些利益关系 比如这个外部专家曾经跟被审计单位合作过 然后每年都会给被审计单位提供一些其他服务 这样的话有利益关系就可能会影响外部专家的客观性 好 那我们来看主观题的小问 A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甲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工作底稿中与会计估计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 该录录下 2015年甲公司聘请XYZ咨询公司提供精算服务 并根据精算结果进行了会计处理 A注册会计师打算利用这部分工作就评价了XYZ公司的 胜任能力和专业素质 了解和评价了其工作 认为可以将其工作结果作为审计证据 是否恰当 你想这个精算服务就相当于是被审计单位编报表运用了专家工作 那注册会计师呢同样也可以利用这部分的专家工作 如果要利用就要评价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你光看他有没有能力不看他客不客观 这个不行 有可能有能力但是被被审计单位收买了 不客观呢 对吧 还应当评价客观性 对答案不恰当 还应当对XYZ公司作为管理层专家的客观性进行评价 好接下来是了解专家的专场领域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专家的专场领域 以便为实现审计目的确定专家工作的性质 范围和目标 并且评价专家的工作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的 那可以凭借审计工作经验或通过与专家 及其他有关人士进行讨论的方式 了解专家的专场领域 其实我们说的隔行鲁隔山 就像我们讲这种股丸鉴定 对于股丸鉴定的话 每次有一些健保节目 给我开拓了一些思路 我们会发现说这一次带着这个产品 来健保节目进行鉴定的这个人 他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传家宝 那好它是一幅画 那又会有专门的书画专家 来对其进行鉴定 如果拿过来的是个瓷器 那有可能会需要另外专家上场 也就是说它即使都是古董 那也是书业有专攻的 同样放到我们的这种说IT领域也好 甚至法律领域也好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法律相关专家 也会说他是有刑法方面的 还是说民法方面的 对吧民商法的这样的一些表述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专家最擅长的领域是什么 那能不能给我们审计带来帮助实现审计目的 对于专家专场领域的了解 可能包括下列方面 一专家专场领域是否与审计工作相关 你要是跟我说 说我给你鉴定这个珠宝玉石 可以给你鉴定的是珠宝玉石的等级 至于说价格几何呢 我们不能够很明确的提供给你 那虽然专家很专业啊 他从很多专业角度对等级鉴定 然后他具体的材质进行分析 对材料的稀有程度进行分析 他给我提供的数据 可能跟审计没太大关系是吧 我想关心的是这些珠宝玉石的价值 最终在报表上的体现是否是正确的 第二 职业准则或其他准则 以及法律法规是否适用 你要我们如果是税务或者是咨询这样的一些事项 以及评估法律等等 就可能会有相关的职业准则 以及法律法规予以参考 另外就是看看专家怎么干 可以说巧妇难为五米之催 专家获取的数据 他是怎么得到的 是被审计单位的一些原始数据啊 还是被审计单位系统中生成的一些数据 就对于专家使用的内外部数据或信息的性质 还有专家使用哪些假设方法 就是专家用什么方式去进行评估 包括他使用的模型 如适用 即专家的专长领域是否得到普遍认可 对实现财务报告目的是否适当 就专家他用哪些数据 然后用哪些方法 那这些方法的话 是不是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在这个领域当中 可能说你听哪个专家 他都是以此方法来给你进行鉴定评估 出报告等等啊 那这个我们可以去予以参考 让我们对他专长领域的了解 这我们了解即可 好 那我们这部分内容呢 就给各位同学讲到这 在这小节当中啊 大家备考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去有点侧重 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注 像专家他的一个判断 是否是专家 他一定是会计审计领域之外的 另外我们涉及到 关于注册会计师责任的考虑 就是利用专家工作 不减轻注册会计师责任 在报告中是否可以提及的考虑 那可能会提及 比如废物保留意见中 跟理解审计报告相关的 那可能提及 同样也不减轻注册会计师责任 那需要背记的 就是我们应当评价的几个方妙 以及说像我们评价专家的 胜任能力 专业素质 客观性 这样的一个搭配 应当去充分考虑 专长领域 这样的说法啊 予以把握就可以了 好 那这小节呢 我们先给各位同学讲到这 下一小节我们还是回来继续学习与专家相关的内容